現在是介紹貴賓 醫療團隊的部分我們先介紹的是 馬街蔡正濃蔡主任 馬街的蔡正濃蔡主任 馬街的蔡正濃蔡主任 馬街的榮總陳信宏陳醫師 榮總陳信宏的議事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集合的病友團體們 包括第一位是有邱 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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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陳爸爸 陳媽媽先跟大家握握手 也是病友團體的代表 剛剛那個 冰狀手上拿的作者 集合的天空 是陳媽媽的著作 來陳媽媽先跟大家握握手 謝謝 當然就是我們今天小歌手 安安 來跟安安跟大家握握 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邀請 陳向文醫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這個整個 為什麼大家剛剛提到一個 就是緊鎮烈等等 這些相關的一個 令程和降溯的疾病 現在是陳醫師 再是陳醫師 我們跟這些 緊鎮烈兒 孩子 所謂 吉利兒奮鬥的實際 我們深深覺得 其實醫生醫療團隊 能做的還是有限 那像剛剛秘書長提到的 所謂濃濃的燒味 其實我們有辦法 在團隊的工作之下 包括 蜜尿聖戰科的工作 我們可以 當他在 明天清潔導廟之下 當他的燒味 想像是這樣的 量度到很很很 他長得比我還帥 年份比我還多 那所以 所以這個 還是 要做到這樣子 他們其實像這個 擋尿廟團 一天要用 吃到六 一年下來 一到七萬 光是擋尿廟團 就要這樣 所以其實 要照顧這樣的孩子 已經沒辦法收起家 然後再加上 一國這樣發尾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覺得 光是武衣療團隊 你們能做到 管制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 那其實現在 在健保制度之下 和科其實是非常的不實 那他們這些更公見的基地 其實更是不實 所以 我其實真的非常敢 配這個 新北市 能配 包括市長 包括這個 這個經驗 然後 局長 效率非常高 我們上次開會 才有多久之前 居然馬上就 可以 達成這樣子的 這個 因為我怎麼想 我都以為 我那次的會是 白來來的 因為這些孩子 說真的 就這樣 一年大概 二三十 二三四十個 新生會有降落地 很多可能 還沒有被產占出來 那所以 其實 我相信這些 小孩子是 沒有要 如果在這個選舉 次上的 任務之下 新北市政府 居然願意 打搶第一套 來做這麼多的補助 跟幫助他們 那我們真的是 非常的敢配 可是 我們從小 教科書就告訴我們 小孩子是未來的補助 我們一直都覺得 一個小孩子 一個孩子 任何一個孩子 都不應該放棄 所以今天 我們希望 新北市政府第一號 轉移育之後 能夠有更多的人 能夠加入 能夠一起來幫他們 不是只有我們的 必要團隊 我們的命還是有限 好 今天也很高興的是 台北市的 翁會長 所以看來 台北市也要迎頭趕上 他希望 各位媒體們 有大家 多一起支持 因為他們真的需要 大家